我用原原酒 好,這樣我就上來了 上來可以幹嘛? 你問我,上來可以幹嘛? 上來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很破碎的一個石頭 你就把自己變成一顆球,然後開炸彈 這邊有個通道 就如果你卡關很久以後,他會在這邊標一個問號 告訴你可以從這邊走 回到太空船這邊 我們剛才是從太空船出發往這邊走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出來 從這邊出來有什麼好處呢? 從這邊出來跟剛才有點類似 在旁邊有一個更高的地方 你往這邊走 這就是我們拿到二連跳的地方 這邊就可以拿到二連跳的能力 太帥了 大家好,歡迎大家點贏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講來蜜特羅德救急副歌版 我是魏維,今天我要帶大家去拿兩個能力 拿加速球的能力 還要拿連續跳躍的能力 雙跳,連續跳兩次的能力 那我們出發囉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人在降落地這邊 那我們今天打算去冰凍山谷那邊拿 這兩個能力 那要怎麼樣去冰凍山谷 要經過火山區 我們上次的話 我們就有到火山區了 我們這次打算從降落地這邊 到太龍峽谷 然後一路到太龍洞穴 繼續往火山區這邊 再從火山洞穴這邊 往冰凍峽谷走 那我們出發囉 我就從太空船的這邊走 就是我們每次走的老路 然後碰到我們的好朋友 把他打一打 然後到太龍峽谷 這峽谷我們之前都是從 從這邊進入了 到什麼鳥人部落 從這邊進入到鳥人部落 從這邊進入到鳥人部落 那我們現在想要坐電梯到火山去的話 我們就走這邊 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上次就從這邊 就從這邊回來的 把花打爆 好 爆爆爆 這樣我們就來到 就來到一個山洞這邊 你可以慢慢跳下去 或者可以直接跳下去 像我要直接跳下去 不要管這些怪 再見 我直接從這邊走 或者你要把他們打爆也可以 這樣或是你要把他們打爆也可以 好像直接跳過有點 還沒有給他們面子 我把他們全殺了 然後我繼續走 算給大家面子 我們首先要走到 去火山區的電梯 在這邊 電梯到了 我們現在人在這裡 我們剛才就從 我們剛才就從這個降落地這邊 一路走到 電梯這邊 那我們現在要往火山洞穴這邊走 目的地要從火山洞穴 去冰凍山谷 要怎麼去 大家跟我走 在路上我們還會拿到 一個導彈 多五個導彈 多五個導彈 OK的 這邊的話 等一下會出現一個蛇 會噴火的蛇 那我們就 希望 不要被他噴到 哇 還是被他噴到 他就很討厭啊 給他一個 我口臭 再見 其實把他打爆也沒有什麼用就對了 就 就看大家要不要打 那這邊會有噴火 火焰從上面 噴下來 等它火焰結束以後 我們就可以 跳過去這邊 不要癱快 在這邊停一下 等到前面的火焰噴完以後 再繼續走 然後走這邊 又來又來 被我殺了 接下來我們出發 從這邊走 我們來的時候 不是這條路 不過我們回去的時候 要走這邊 從這邊跳過來 我這邊要小心點 你很容易會死 這邊 你掉熔岩裡面 你都會死 也不會死 就扣很多血 大家希望大家就是 能夠安全的過去 慢慢的慢慢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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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途中還會拿到 導彈 這樣我們多五個導彈 我們下一共可以 發射 幾個導彈 下去還知道嗎 把我丟到哪邊去 我真的下去 下去不要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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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馬上死 我們跳過來 這邊 我來跳過去 這邊 沒有補血了嗎 好殘酷 我已經失一點血了 接下來這邊會噴火 我 我們就 等他碰到火 跳過去 我覺得多多少少 你會掉到火焰裡面去 你會掉到熔岩裡面去 你會掉到熔岩裡面去 好接下來開這個門之後 就要小心點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已經人到熔岩花園連接橋 這個地方了 接下來我們就馬上要進到集中管理站這邊 我們剛才從電梯這邊過來的 這樣 然後到集中管理站以後 我們就去集中管理站這邊 去冰凍山谷 那你打開這個門以後 會有一些機關槍會來射你 三個機關槍 那大家小心點 開這個門以後 馬上對準機關槍 給他一個飛彈就對了 好那邊還有一個機關槍 他暫時還沒有看到我們 我們把他打爆 三個機關槍都打爆以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我現在濕了一點血 我要看你們補血 接下來我們從這邊上去 上去以後後面有個砲台 大家小心點 要是我的話 我就先在這邊打砲台 那個砲台也超討厭的 把砲台打完以後 我們可以繼續上去 往冰凍山谷那邊走 往冰凍山谷那邊走 這邊有些可以掃描 大家看不知道掃描 我覺得沒什麼用 一些資訊這樣子 沒用的資訊 然後我繼續走 好從這邊你就可以進去冰凍山谷 這邊 這邊就要去冰凍山谷的電梯 不過我記得這邊好像有一個 這邊好像有一個炸彈 可以拿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邊嗎 我試試看 我跳起來一下 跳起來發炸彈 把自己炸上去 像這樣 像這樣 就把自己炸上去 然後在這邊再炸自己最後一次 我們就可以拿到能量包 拿到以後我們就可以繼續去坐電梯 然後到我們的冰凍山谷 先掃描一下 啟動一下電梯 這樣大家卡關了嗎 應該不會卡關 它有提示 它會說這邊有電梯 如果你一直都有卡關的話 像我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就一直卡關 然後它有提醒我這邊有電梯 我就又走到這個地方來了 那我們就來到了冰凍山谷 各位觀眾 哇 出現了 我們現在玩的遊戲是密特羅德 這是一個解謎的遊戲 超好玩的 你會上癮 如果還沒有玩的話 推薦大家玩 來到這個地方我先 儲存存檔一下 在這邊有存檔點 這邊有你的存檔點 你叫做存檔點不僅能存檔以外 還可以恢復你的生命值 而且這個遊戲如果你死的話 就要從存檔點開始 就可能要從外面什麼太龍什麼世界 再走回火山區 然後再走回這個地方太遠了 所以我推薦到這邊先存檔一下 好醬 我來看一下地圖 我們剛才存檔點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存檔點在這個 儲存在這邊 那現在我們要去冒險 我來這邊卡關一段時間 我就到處走一下 後來我發現 你要到這邊把這個打壞 把這打壞 用炸彈把他打壞 然後進去這裡面 然後這個地方我是想了好久 還想出來的 掃描他 掃描他 我用炸彈炸他 又蓄力炮打他 後來才發現是要掃描 你掃描以後就可以解除門鎖裝置 解除門鎖裝置以後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 上去這邊 上去這上面有一個門啊 這上面有個門 可是門剛才本來是鎖起來的 你要先到下面解鎖 然後再去上面的門 然後進去 那 你去上面的門 你可以 變成一顆球 然後彈上去 比較硬的方法就是 反正你那麼會彈 你就 就彈上去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彈上來 不過如果你發現 你怎麼彈都失敗的話 可以從旁邊那邊走上來 我走給大家看 如果你發現 你怎麼 怎麼跳都跳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走 我覺得這樣比較簡單 這樣也可以走到這個門 看大家怎麼做 這有這個能量球 小心不要被他電到了 就算被他電到 其實也不會怎樣就對了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 看準時間 然後過去 我通常兩次會被電到一次 你看 你看 一語成誠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這地方有新的怪 他就是 他就是你要打他的背 他叫做幼體絲窩式 他的背比較單薄 背的甲殼比較單薄 你就要打他的背 好像 不過 我就都不打就對了 我就直接跑走 我就直接跑走 從這邊走 然後再從這邊繞上去 就不要打他 打他幹嘛呢 我們非常的和平 你知道嗎 打他的背才有用 像這邊 我們給他一發 他就會痛 很難打 皮很厚啊 不要打他 然後從這邊繞過來 然後再從這邊過去 我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又走下去 看有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 不要下去 不要 這邊不要 直接從這邊走就好了 然後我就來到這個門 然後走進去 這邊 有些怪很討厭 你知道嗎 跳起來一瞬間 把他殺了 你說他是不是很討厭 我像一個小跳 小跳的不要 我決定不要理他了 我決定不要理他 生氣 好 從這門出來以後 我們剛才其實從這邊進去了 我們剛才從這邊進去 我們繞了一圈出來 從這邊出來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可以從這邊走 這邊有個門 我們就可以繼續拿我們的加速球 不過你會碰到很多發電的球 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打這個發電球 之後我們拿到了 一個新的能力 才能打這個發電球 這樣 我們先 變成一顆球滾進去 因為球移動比較快 然後我們直接跳過這些發電球 走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又有兩個 剛才那個怪 我覺得還是不要打他們 這樣 我們從這邊走 不要理他們 從這邊走 然後又是我們的 老朋友 電我們一次的老朋友 沒有電到我 還有一個 可以 好像我們就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勇敢跳下去 勇敢跳下去 這邊有個怪 你就不要理他 我們直接 跑到上面 他走得很慢 然後掃描這個 掃描完成以後 這些階梯就會回到原來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從 這邊走 來了 來了 Let's go Let's go 這樣就拿到我們的加速球 遊戲很好玩 好這集我們要拿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加速球 然後另外一個是 兩次跳的能力 我們現在拿到加速球以後 我們現在去拿兩次跳的能力 拿到加速以後 你就可以加速喔 像這樣 我 沒有沒有跳上去 反正就是用這個方法跳上去就對了 這樣我們就上去了 我們從原來的出口離開 根本就不要管那個 那個怪就對了 好我們現在在這個冰凍峽谷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要回去 原來我們的出發點 在那個地方可以拿到兩次跳躍的能力 被打到 被打到 這樣我就還是一樣不要管他們 不要管他們 要從這邊走 小心不要被打到 小心不要被打到 怎麼了嗎?怎麼了嗎? 喔喔喔喔!看到有一個boss出來了 可能是之後的BOSS 我們現在要拿到兩次彈跳能力 拿到兩次彈跳能力以後 才能進去那個地方 現在我們沒辦法進去那邊 好,這樣 那我們就 直接下去 然後 一路來到這裡 電梯啊 我們剛才來了電梯 然後坐回 坐電梯回到火山那邊 回到火山洞穴那邊 然後在那火山洞穴 回到泰龍Outer War 泰龍桃園世界嗎 然後去拿兩次彈跳能力 我會怕這種熔岩 小心這邊有砲台 大家記得嗎 我真的超怕那個砲台 我真的超怕那個砲台 哇 被打到哭啊 跟你說砲台很危險 跟你說砲台很危險 好險 補了一點血 那我們就繼續 往泰龍世界離開 就讓大家看一下地圖 我們剛才是從這個房間出來的 我們剛才從冰凍山谷在這邊啊 電梯搭完以後 我們從剛才那個有很多 砲台的房間 走到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再走到這邊 這個電梯這邊 往室外桃園 大概是這樣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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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也不要 我們 我們 我們出發囉 小心火焰 不能彈劃一定會被躺倒 超小心的 叫我們坐電梯回去太龍桃源世界 來去拿 跳兩次的能力 我之前大家記得嗎 有很多很多的怪 出來吧 我們再從這邊上去 我開始覺得這集的長度有點長了 我們想要做很多的事情 對 我忘了還有食人花 這樣我們就到了太龍桃源世界 那這個地方啊 我們如果往這邊就是出去的 會到我們的太空船 那往這邊是鳥人聚落 這樣 那如果你卡關很久以後 他會告訴你你要到這個地方 這地方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啊 是這樣 這地方有一個圓形的跑道就對了 如果再變成一顆球的話 你就可以用我們剛才的加速球 像這樣 像這樣 我用圓圓圓圓圓球 好 這樣我就上來了 上來可以幹嘛 你問我 你問我 上來可以幹嘛 上來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很破碎的 一個石頭 你就把自己變成一顆球 然後開炸彈 這邊有個通道 就如果你卡關很久以後 他會在這邊標一個問號 告訴你可以再從這邊走 不過即使他告訴你在這邊 你是要花一段時間才能找到這個地方 到底在哪個地方 這樣我就回到了 這個地方 回到這個太空船這邊 我們剛才是從 這邊 太空船出發往這邊走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出來 從這邊出來有什麼好處呢 從這邊出來 跟剛才有點類似喔 在旁邊有更高的地方 你往這邊走 這就是我們拿到 二連跳的地方喔 這邊就可以拿到二連跳的能力 太帥了 連跳耶 我怕下一集會很長喔 所以 我怕下一集會很長喔 我打算再走一段路 我现在打算要回去 刚才那个冰冻峡谷那边 但是我们打算走另外一条路 回去冰冻峡谷 这样 我们打算走到一半 然后就暂停 然后下次再继续 继续回到冰冻峡谷 就对 我们现在人在这边 那接下来我打算带大家走回去 走回去 这边降落地走了 然后走到 鸟人的遗迹这个地方 好我们出发了 为什么 因为那边有一个导弹可以拿 我想要拿导弹 所以大家想要多拿一些导弹的话 就欢迎跟我走 我们拿到导弹以后 我们就先结束 然后再下一集再继续去冒险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多拿一些导弹比较安全感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鸟人遗迹这个地方 打头有被搞婚的吗 然后看大家不要哭他呢 不想理他没空 好来后你到这个地方啊 不要管他 这地方有一个 像这样很滑的 很滑的 建筑 旁边有一个导弹 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变成一个 球 然后 这样我就拿到了导弹包 我目前可以发射60个导弹 然后我们要去冰冻的 冰冻山谷 那冰冻山谷除了我们可以从 盖那个地方走以外 我们也可以从 另外一个 四条路这边走 这样回到这个地方先存档一下 那就是这一期的密特罗的感谢大家收看 最后我们有走原来那条路 回去冰冻山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走这条路的话 会经过火山洞穴那边 那边还有一个导弹 我们没有拿 那如果大家想跟我拿导弹的话 我们就下集再去拿导弹 然后去冰冻山谷那边 然后去拿新的能力 我们下集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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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